赌王何鸿燊一生四房太太 十七个子女 算是一代传奇人物 不过能称起家族企业的只有二房长女何超穷 在外人看来她是雷厉风行的商界女王 在弟弟妹妹看来她是说一不二的大家姐 但是过得最自在的却是她同父同母的妹妹何超姨 何超姨随心所欲 活出自我 其他兄弟姐妹在媒体面前谨言慎行 生怕说错一句话 而何超姨一直是那个心之口快的人 何超姨的发言有多大胆 何超姨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 当众撕开上流社会的遮羞布 一身反骨的她 并不想成为千天一律的豪门千金 去过那种眼睛潮上的鲁顿人生 去年她还因为大胆发言上了热搜 当时赌王家族各房久违的齐聚一堂 媒体问她 上一次人这么歧视什么时候 她语出惊人 并已管貌 今年三月份 何超姨又上了访谈节目 鲁育有约一日行 大谈遗产分配问题 你会分到很多遗产吗 平均呢 当然比为交里面工作的姐姐弟弟 他们会少一点啊 但是她足够让你来追求你自己的 喜欢的这些事情 电影 音乐 对 赌王何鸿燊曾公开表示 在她所有子女中 只有何超姨最像自己 她洒脱随性 跟自己年轻时一样叛逆不羁 也因此何超姨在这个复杂庞大的家族中 得到的父爱最多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何超姨一直都是何家特殊的存在 在其他弟弟妹妹们都为了得到赌王的重视 努力学习并且考上名校时 何超姨却早早辍学在家 其他姐姐们进到家族企业奋斗时 何超姨则是进军娱乐圈 拍戏 玩摇滚 后来还跑到国外学赛车 可以说何超姨是整个赌王家族中 活得最肆意潇洒的人了 有三个优秀的姐姐和一个弟弟为她兜底 所以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她们的能力 她们的赌养力 太厉害了 其实我要靠她们才是 大姐何超穷掌管着家族企业 曾登顶香港女首富宝座 二姐何超凤现任家族企业主席间执行董事 身家超500亿党员 三姐何超侠曾任家族企业执行董事 弟弟何游龙是家族企业主席间行政总裁 现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简直比小说里的设定还牛 有这样的姐姐和弟弟 何超姨想不反尔赛都难啊 作为二方最小的女儿 全家人都很宠何超姨 在她和陈子聪结婚的时候 全家集体出动帮她筹备婚礼 赌王 母亲蓝琼英 三个姐姐 弟弟 甚至于大姑妈 小姑妈 足以看出何超姨有多受宠 虽然何超姨受尽宠爱 但她是个对家庭和事业负责的人 2016年何超姨老公陈子聪因肝病住院 整个人报寿 到2022年陈子聪大动脉撕裂 情况危急 何超姨一边工作一边要照顾老公 还要照顾老公的心情 在陈子聪面前 即使何超姨很难过 她也会收拾好情绪 用最好的状态来面对陈子聪 老公生命垂危时 何超姨从死亡线上把她拉回来 为了照顾陈子聪 何超姨不能到太远的地方拍戏 不能离家超过四天 卢豫说可以自己投资拍电影 何超姨认为这样太浪费钱 而且会耽误团队进度 浪费大家时间 你自己来 这样也是 太浪费了 太浪费钱了 没有人会这样先救我的 你有你自己的钱也不可以 Crew会不开心的 你要他们的时间那么长 本来一个月拍完的东西 他们要为了我 留在这个地方好久 现在陈子聪的情况也在慢慢好转 何超姨自己的事业也小有起色 截止到明年 差不多有四部戏正在筹备制作 虽然不像姐姐弟弟那般家大业大 但何超姨已然足够满足 当下她的愿望就是希望小公司可以回本 感受赚钱的快乐